第2349集 两庭对决 沈庭屡犯我疆土 究竟是何意 还不速速退去 一个金色羽衣的男子 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威严 冰冷的宇宙中 浩瀚的大军在对峙 双方人马众多 如山如海 分裂混沌长河两岸 铁夹闪烁 道剑寒光刺眼 你是谁 对面一个手持双击的壮汉贺问道 他高足有两丈 肌肉膨胀 手臂比长人大腿都要粗上几倍 生有一头青色的发丝 一眼赛同龄 甚是凶猛 无奈天庭大鹏王 金色羽衣的男子身体建树 两眉如两把长剑 有一种难言的鹰气 眸子像是金灯一般 神庭众人闻听此言 默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多年来 大鹏王明动星空 对于神庭众人来说 是一场噩梦 他所开创的大鹏王权 士臣力猛 动辄就可以粉碎星河 日月星辰都会随着他挥拳而颤立 强大无边 这是一位早已于一遇封王的存在 着实杀出了赫赫威名 格杀了神庭很多人马 诸多大圣都不是其对手 他不曾有一败 大鹏王 一个封王的存在 好 就让我看一看你有多强 不要浪得虚名才好 满头青色发丝的壮汉冷笑道 手持双击 向前杀来 他来自神庭所统治的一片边荒古域 第一次来这片战场 自然不服 对于天庭早已封王的几个存在 充满了敌意 想要一一战败 大鹏王背负双手 对我说这些话的人都死了 看起来很无情 浑身被赤胜的金光所笼罩 毛子更加的射人了 一只捧鸟而已 也敢于一遇封王 号令生命星帝 那命来吧 壮汉大侯 顿时间口鼻中喷出一缕缕的白烟 那是混沌气 他通体闪耀宝灰 战力惊人的飙涨了起来 痴的一声 双脊裂长空 那冷悠悠的脊刃抛开了宇宙 他如一尊战神般杀到进前 周身道法汹涌 纹落如水波般扩散 附近诸多允星全部炸开 至于双方的大军 则更是早已倒退而去 唯恐被波及到 壮汉太强大了 拥有极尽蛮力 挥动兵器时万物结碎 化作积分 大鹏王出手很简单 侧身而进 并不退后 手掌浮在脊刃上 如锯锤雷击 朕的双脊嗡嗡作响 几乎要碎掉 青丝壮汉心铲 看似随手一击 让他手臂都发麻 号称天庭一步神亡的人 果然可怕 让他心中生出警罩 眼皮直挑 两人大战 这名两丈高的巨汉 浑身冒出一股股黑烟 像是地狱幽明火 欲发强大了起来 可是 大鹏王却并不在意 金色羽衣飞舞 满头金色长发 一如火炬般 整个人的气势 比山岳还要破人 伴随着一声杀音 大鹏王化掌 维权 浑身金光爆射 尤其是拳头那里 更是灿烂 荔枝波动 枕达拔荒 那对大脊发出颤音 一道道裂纹密布 而后 四分五裂 在宇宙中炸碎了 大鹏王一拳 勇猛直进 崩碎双脊的同时 也轰杀进了 壮汉的身体中 那本是两丈高的 雄壮躯体 但现在却像是木偶一般 被鸡的横飞了起来 且胸腹间出现一个 巨大的血洞 轰的一声 一场血雨倾盆 壮汉碎掉了 毁于大鹏王拳下 没有一点悬念 众人哗然 全部震惊 尤其是神庭一方的人马 更是恐怖 这名壮汉实力强大 在已与称尊作祖 可以去唯一真禄争雄 但被神庭招安 便止步畏惧 不曾想 这般强大的一个人物 直接就被那金色羽衣 给打爆了 太可怕了 这种大鹏王拳法 果真是无敌了 连一位志强大胜 都可以轻易格杀 强大到了不可思议 转地不出 还有几人可以制衡 真不愧是天庭的一部神王 真的可以在一语成尊了 人们震惊 金色羽衣的天庭王者 太强大了 简直不可力敌 让每一个人都心惊肉跳 战战兢兢 相传 大鹏王拳 有天地拳的影子 当年这只金鹏 立身在圣体叶凡的肩头 受到了启发 同于菩提树下误道 当有人说出这则往事后 人们无不促眉 追踪拳法已经无敌 给人以无与伦比的压迫气息 真正的天地权会如何 所有人都心中遗产 大鹏王一挥手 后方天兵天将涌动 黑压压一大片向前冲击 而他更是领先扑杀 血与短兵齐匪 另一片星域也在大战 龙马是天庭中 第一个自封为王的存在 统领一域 而今遭遇围剿时并不惊慌 直接摆下了八部杀阵台 横扫四方 这是他的损友黑黄宋语的 惊言了很多年 还原为大帝杀阵 虽然只是两三角 但是却可怕的惊人 这片星域血雨腥风 龙马反击到兴起 直接马踏星空 施展出行字诀 以及天庭的杀生大树 刺杀了领军的那位制强者 即便多一方高手进出 这一次是围剿而来 领军的大圣一死 也是彻底的崩溃了 龙马率领大军反扑 血洗身庭各部 紫薇星域也一息于 丽天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神庭队这里念念不忘 这是赫赫有名的底星 而今成为了天庭实际控制的一部分疆域 这一次又不是强者杀来 手持神庭之主赐下的一柄神器 为准帝亲手所炼制 这里成为了最主要与可怕的战场之一 形势非常危急 那准帝气散发着滔天威能镇压而下 恐怖无边 无人可挡 谁也不曾料到 这一次神庭竟然这般猛烈 除却地主未出外 其他各部势力动用了大半 真的有一举灭杀天庭之意 当年仁皇曾经入主紫薇星域 而后君临宇宙 匹匿巴黄 留下了太多的传说 这一次 遭受的攻击太猛了 燕一席与历天都负重创 他们人单是孤 虽然整合了这一遇众多人马 但是依然无法与神庭相比 神庭的主力杀来 光看到的大圣就有七八位 暗中是否还有不得而知 那件准帝神剑 臣服不可抗衡 披落下一道又一道寒光 终于 神女炉被毁 外部军裂了 碎片脱落堆在一起 燕一席与历天神色惨白 坚持不住了 被一缕准帝光扫中兵器 他们的元神都覆窗了 有大圣冷笑 此为兴雨 攻下矣 手持那柄准帝剑 傲然立于长空下 夭指人遇到的师兄弟二人 就要绝杀 然而 就在这时 一股非常可怕的波动 突然弥漫而出 那碎裂的神女炉内 发出璀璨的鲜芒 有一座小炉升起 灿烂夺目 它只有婴儿拳头那么大 晶莹璀 一屡屡地危扩散而出 震撼人间 神庭众人颤唳 什么 那是 嗡的一声 小炉抖动 撕开了宇宙 化作一道先芒 冲击而上 可察一声 直接击断了那把转地剑 让它崩碎 再次